这次的方案完整得非常好 来这里有一万块钱 你们两个拿去评训一下 评训什么给他 他就是个农村来的桑花楼 虽然创意大部分都是他出的 但是方案都是我改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小宇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把这一万块钱都给他了 来你把这个拿着 回去好好工作 谢谢刘伟 小宇你这样做不后悔吗 我不后悔 这五千块钱对我来说 可能没什么 但是对小雪来说 可能 喂妈 爸的手续费我马上出奇 嗯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嗯 我可以为家里分担了 刘总 那我先去好好工作了 诶等一下 来这是你的奖金 咋着 作为我的员工 我觉得不可能亏待谁 特别像你这种散烂的员工 谢谢刘总 太好了贝贝 姐姐下班带你去买好吃的 姐姐 你的善举 终会获得最好的回报 喜欢 请记得关注贝贝哟